字幕開始前, 希望大家 Like 影片, 分享出去 訂閱我們 TCM TOI Channel 看完所有公告 可以予獲金支持我們 讓我們和大家可以走得更遠 Spencer, 怎麼樣? 覺得Steedro今天很冷 為什麼這麼冷呢? 整桌子, 整桌子, 整桌子 整桌子都很冷滿 因為今集我們特色雲第九話 就是講X-Bumber 沒錯 Good night Never, never forget for love 船を乗り出して海へ 銀河の海へ 未だ旅立つ時は Once in my life 負けるなよ 旅の辛さに 燃えるのは 今集中 今集中 X-Bumber 如何? 給你什麼感覺? 先講一下第一印象 小時候和大家類似 大家都會向飲茶書 接觸到那個年代熱門 或者冷門的特色作品 我很記得我小時候 看了這個照片 或者圖的感覺 突然間突然有特殊機械人 但又沒有人 後來再看更多 原來裡面是木偶演戲 但後來更大 開始找多了關於這個作品的資料 原來這套東西背後大有來頭 我簡單介紹一下 好 X-Bumber 是19800的作品 由負責企劃的 慈田公雄先生 慈田公雄也有不少出色的作品 例如有我們熟悉的炎之超人 又有科學救助隊 即是在四三人時期 80年代播放的雷鳥拯救隊的動畫版 他有個念頭 打算拍一些類似木偶劇的片集 於是找到當年 當打了 好紅的機嫌專家 永正豪先生 永正豪收到命令之後 覺得OK 挺有想法 於是他就找了一位出名的編劇 他的好朋友 藤川貴階 去創作故事 藤川先生 想打造成一個科幻版的觸取物語 觸取物語就是一個日本古代的文學作品 主要的主要就是輝夜機 我想大家對這個名字都熟悉 因為早年有一套這樣的動畫出現過 大家如果想看回 竹取物語講些甚麼 就可以上網看 藤川先生 打造為科幻版的竹取物語 經過多次修改之後 就定了案 就有了X-Bamba的藍圖出來 永正豪先生就開始做人設 設計不同的角色 剪轉反則 終於完成所有的東西 也都要做特效的 因為他是木偶劇 要做不同的模型 就找了一間叫Cospo Production的公司去參與 其實你不要小看這些木偶 你不要想著是12寸Figure 其實不是的 其實他們每一個角色 基本上至少都有60cm 每一隻都是大膠來的 每一隻都是大膠尺寸 X-Bamba這艘戰艦 整個道具 就做了一個4米長的道具 就負責一部份的拍攝 變成其實他投資都挺大 可以之前我告訴你 因為他投資都挺大 所以他拍攝了25集 就完了 但其實是很高質素的 說回25集 其實故事 不算很複雜 他主要都是說 在第三次的星間戰爭 完結之後 大約公元2999年 以Bloody Mary這個太空人 這個外星人為首的一個戰爭 就打算發動全面侵略太陽系 於是地球的防衛隊 黑田司令就率領三位年輕人 分別是主角的 銀來智郎 Big Man等等 就去到月球基地 就開動這個X戰艦 和單X基亞人 去對抗這個外星人入侵 故事就慢慢開始進化了 你看到整個故事都受到Star Wars影響 例如主角銀河志樂 就等於Han Solo 有個公主 又好像Star Wars的尼亞公主 雖然他是很用心去製作 亦都連日本有14個國家去供應 但在日本的收視反而是一般 其實原因是因為同期 雖然是25集 但看回歷史1980年 它是右台 或者是在播放電子戰隊 相比之下 兩者的收視分別是很大的 收視亦都影響了當年的玩具銷售 因為其實看回以前的資料 其實當年的TD廠 他們是在X-Bomba 或者Big Die X的玩具 其實他們都放了不少心機 想去令這件事做得好些 或者是做一個很大的市場迴響 但遺憾地就是因為當時 你和POPP 第一個小變形的戰隊機器人 連同母艦坎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一些 他們想不到的落差 雖然說強敵在前面 但是它的產品都不少 其實它有多產品 大家慢慢一路儲開 或者想找多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它的產品的種類 絕對是多的 沒錯 或者我們可以先說一下大波式 大波式就是你面前幾乎 玩具米 如果你是玩開懷疑玩具的朋友 這盒都應該不陌生 電擊合生 你看到有個Q-Mut 豪華版 當年我覺得TD廠 或者這間公司 都很想將它重點開發 所以看到整個波壓 你會覺得很豪華 很有豪華的感覺 我想大家儲開玩具 都應該不會陌生 因為這隻機器人 X的樣子 我想大家都會很深刻 我老婆也覺得 這個不是摔角手機器人 為什麼會摔角手 因為X就像我面具 我小時候只叫X機器人 X機器人 還有我老婆永遠都會記得 X機器人 因為太異形 還有玩具迷 如果真的要買這盒都要注意 X是很容易斷 很小心 玩的時候就不要捏著頭 X去陷 因為很容易就會爆斷 因為我以前玩的那盒都很容易斷 一斷就打入冷攻 小時候的成果 還有它是三機合體 其實在電影裡面 所謂的三機是很簡單的 你也知道 就這樣堆砌 它雖然是堆砌 但是如果你看回它們實際 用模型去做那個堆砌的過程 其實都很精細 很精細 好像簡約 有個齒輪 然後卡進去 好像以前勇者王 勇者王合體 但是如果這樣出玩具 就不行 所以玩具廠就將它開發到 多一點變化 三個機體都可以變成不同的機體 然後再組合 變成脆備性更加強 還有玩具市場來說 除了最貴最貴的Deluxe 之外 它一定會開發一些比較便宜的種類 是比不同的小朋友玩的 先說小一級 小一級的 沒錯 這個也是叫DX 但是它的變形是變架飛機 概念式變形 概念式變形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它們比Bandai 做多了一部 行私幾年 因爲任何DX 機械人來說 一般來說 像其他廠 像POPPY 或者Bandai DX 接著就是普通標準 亦都會忽略在中間的項目 究竟人們想要些什麼 這間廠反而都會想起 令它出的一款可換性高些 但不會太乏味 只是一個機械人 我說忽發其搶 因爲當時和它對陷就是電子戰隊 其實有點像 我不知道是否 TD 廠當年是故意開發一個 飛機形態 看看後面會更清楚 其實是真的有少少 有少少像大電子 變法有點像 宇宙战車X-Fighter Dynamic に変化 宇宙最強ロボット Big Dai X 地球的運命を握る Big Dai X 今 君の手 這系列是全真七子 以後都會有這系列 7種作品 TD 廠都很成功 而且它的質素也很高 很重手 非常重手 基本上八至九成都是鐵 當年都三千日圓 二千九百八十日圓 這個日圓價應該是當年 如果三算是足夠 80年代初 這款我都推薦 而且不算很貴 接著就是ST版 ST版應該有多少朋友 日門 如果玩懷舊 它真的是日門 但這款我印象中 以前都不是便宜 起碼一千多元 我玩的是車站版 Cupso 車站版是一樣的 不過它的包裝 是膠袋 還有頭卡在上面 是的 其實這款它除了一般合金 抑動之外 它加多了胸口可以射飛彈 可以抹開射飛彈 有趣的是它整個系列 其實你會發現它三個版本 都有劍 但你看到作品 其實它是沒有武器 它為了令事情更好玩 它為了玩具 加了一些武器 因為成本太貴了 去到模型那裏 所以我相信 唯一在玩具加一些武器 去補救這件事 另外應該有一個 武艦 的合金版 這也是當年玩玩具的潮流 這隻武艦很漂亮 有一個機械人 一個機械人可以坐進去 然後射它出來 其實這隻的質素真的不差 其實TD 廠對X Bumper 的玩具 都很用心去設計 所以對它們來說 其實當年應該是一個大項目 對 等於這隻小版 其實它是做一隻戰艦 其實我有的 不過昨天找不到 唯有先把機械人帶出來 這些是連架版 但這隻可以分成體 可以分成的 如果你可以鎖上去 其實它是可以分成的 當然它的分體真的很跟原主 就像特殊片很簡單的分體 斬開三件 對 斬開三件 這個雖然說是廉價 當時500多日圓 但其實現在這隻好像有點炒炒 它還有一隻脆膠版 脆膠版 ST size 好像是 都很少見 我挺喜歡這個旁邊 它有一個內扣圖 對 即使它有一個內扣圖 它也有內扣圖海報 很大張 有內扣圖 所以你看到它真的 很將玩具 很有心去設計 所以約華仔真的是一個大項目 有內扣圖 船到海 海上 海上 銀河 海上 海上 同時 這是 另外我剛才提到的藍的ST版 它有一隻大膠版 這隻也很精彩 當年80年代一個小朋友拿著這隻 不過可能有些時代的九軟 這隻也想問得好 起碼它的八位就沒有碰碰 其實我跟Oman都談 其實這架的設計是雜兩家之大勝 在某程度上 當然你看過後半段是X-Wing 但前半段我跟Oman都聯想到另一套作品的飛機 是哪一套 超人80裡面有一架子母機 類似也是這樣的 兩套都是生不同時的作品 火換度高價 剛剛我們提到的就是X-Bumber大膠飛機 也有大膠 大膠真的很棒 小健 市場宣似小健 其實你叫它做成大膠 不是真的也可大 沒有沒有去到那麼大 可是它就是唯一一隻大膠 還有音樂錄影 更有軀錄影 也有飛彈 各盒的摩訶 過nal 都很漂亮 更是啦 還有一把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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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指彈 也很 거의輕人 assault 支彈可以插在這裡 現在市場大概需要多少錢? 二十多萬日圓 還有一張貼紙 在你的桌上 下面有一張貼紙 還有一張說明書之類的東西 還有一張貼紙 還有一張貼紙 這張貼紙 很漂亮 後面還有說明書 如果以玩具來說 越齊就越貴 逐樣計錢 另外就是有模型 這盒模型真的是小健 小健實物 照片就見得多 在懷舊的模型書時介紹這盒 BIG-DARX就只有這盒大阪的模型 如果沒有記錯 另外裡面有一個很經典的封條 以前為何有封條 就是不想玩具掉出來 但這種文化就變成了 黃金十年的特色 無形產品的特色 就算其他廠都是有這個 我覺得是挺精彩的模型 特別精美 沒錯 另外還有一些細盒的模型 這盒也是X-BUMBER 這盒也是小健 這盒也是X-BUMBER的藍 這個是再要細版一點 這個是兩種顏色 兩種顏色 兩種顏色都是不同顏色 看來看來看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類似的果子模型 對 很簡單 兩種分析 然後就很簡單的砌出來 你就可以 這個大一點 這個小一點 這兩盒其實有段高 要不要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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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給我 應該就要 接著劑不如 接著劑不如 當時早前就是法國王 我們日本之旅 大家都見到 我在七月園買了兩盒 竟然在這麼貴的那間店 你都可以光顧到它 搞一陣子之外 我都光顧到 你是不是在說 自由旁邊那間 即是古今玩具 那間 竟然都買到東西 挺吸引 大家都說一句 他開店都可以去那裡看看 但每次都是開門 然後就走出去 我第一次買到東西 我從來沒有試過 在那裡買到東西 第一次買到東西 另外就是單式燒 這些單式燒都很有誠意 小時候玩這些 只玩自己創作的合體 都夠你玩一晚 而且這單式燒很重手 你看到它有重量 而且它可以射飛彈 對 它有一個射飛彈 它有一個飛彈夾 插飛彈去射 其實是挺有趣 而且後面已經有一個講解 玩具說明 是啊 看得到野心 看得到野心 很有趣 如果說起燒 就有一盒都很少見的 博士燒 對 就有齊這麼多角色 主要角色都齊齊了 有嗎? 有啊 男主角 諾志郎 雷美亞公主 就是《Big Dye Skihan》 這個就是外星人的主要 《Bloody Mary》 這個應該叫做《Bongo》 這個應該叫做 這個應該叫做 這個不是《Batman E》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角色 總共的主要人物在這裡 我挺欣賞這個包裝的背面 有這張這麼經典的內構圖 有些劇照 大家可以看到 觀眾朋友都可以看到 如果在螢光幕上看到很多螢光色 你說在80年代初很漂亮 以前那些貼紙城是用的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而且看到可以劇中的 《X-Bomba 戰艦》 其實是灰色的 但如果它玩具出灰色 就肯定沒有問題 就變成像灰模一樣 另外還有一套挺精彩的吸索 沒錯 就這套 不知道會反光 這套吸索其實也不會很少見 但是 你要找到吸索 而是整套的就不容易找 但吸索難理不了 基本上吸索不是的 吸索我現在也不是很多 剩下一些自己喜歡的 基本上是吸索公仔 這就是它裡面的 其實有一個單單的機眼在這裡 背面就很小 基本上沒有油 不是的 今時今日的那些都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它做回以前的那些味道 基本上都挺有趣的 這種收藏 另外就是平面開始有些產品 例如我挺喜歡的砌圖 砌圖 砌圖 砌圖真的挺漂亮的 這個就是剛剛之前 有一個X-Bomba Auction 你在那邊的 你在那邊的 你就是唯一的這套 一副有私套 我認為是最貴的砌圖 真的嗎 幾千嗎 說不可以的 說不可以的 要不要過千 同副ST3D 嘩 真的 其實我沒有想過這麼貴的 快快都是錢 只不過下了一個高價 誰不知竟然被我撕到 我打算撕不到 你也是那些出事 又是一個 你自己害人 怎麼害自己 不過又挺漂亮的 整張砌圖 而且真的少見 因為我都經常留意 我都很少見到巴衣 會見到油 很少的 而且如果玩砌圖 我知道香港有一班 玩這個砌圖 你一定要齊這些 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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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屋是甚麼 沒有的 給你寫東西 給小朋友寫 寫東西 寫東西 很有這個悶味 另外有當年來計 這個挺漂亮的 一本天色畫冊 開手是彩色 可以玩的 可以剪紙 可以剪紙 然後進去 有少許可以玩到的 這本書 這些圖都很漂亮 很漂亮 好像漫畫 要跟我畫 有些步驟 有些步驟 他用X-Bumber 這套東西 去做一本遊戲畫冊 會選錯誤 兩幅圖 選擇有不同的玩法 還有雙幅 還有這個 所以整體這本書 都蠻美性強的 那些畫都很漂亮 還有迷宮 對 動馬斯都很漂亮 很漂亮 絕對有水準 這本有貼紙 有貼紙 他叫你貼回去 他叫你剪回 跟回形貼回去 貼回去 貼回去 這本是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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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是絕對推介 還有250日圓 不是便宜 當年 很貴的 250日圓 一本平面書 當年多年幾十元 另外有賄本 這本也是較少見的賄本 這本的X-Bomba 好像真的不適合 我印象中 不多 不多 這本是遺憾地沒有唱片 本身是跟唱片 灰色戰藍 但據說機下人 其實你看看片段 大多數時間 一直是用狀況的狀態 他有皮套 但皮套的活動空間很細 拳頭不只這樣 而是上半身的 這樣 然後敵人 並不像他一樣 大小的 學生還像傳說巨神 等級都只是小小的 其實他只是打戰艦 另外在近年有意無意之間 我覺得日本也將這套作品重新致敬過 例如Figure王也出了一本很高水平的專題書 這本書真是很高水平 我印象中很少X-Bomba 這十幾年真的很少做封面 我想當年宇宙船有沒有拿來做封面 沒有,X-Bomba從來沒有做過主角 他又回憶了這麼多人的記憶 這本書真是很高質素的玩具雜誌 絕對強硬推介 裏面也有適逢其會 當時剛剛日本有一個展覽 他透過這本玩具雜誌介紹了這個展覽 絕對值得推介 令到很多朋友再次想起X-Bomba作品 再次想起X-Bomba 日本展覽也是一個鋪天蓋地的展覽 裏面有很多實物的展出 當時他們找到當年的木偶 大多數是自己重新修復過的 所以你看到很漂亮 很完整 再說一下修復或什麼 我們後來看看資料 他們當日製造一個人偶 以當日的價錢 差不多要40-60萬 很厲害 當年這個預算 也說到他們拍攝的時候 他們也遇到一個難題 其實是因為做木偶 其實跟拍攝《流鳥拯救隊》差不多 但他們拍攝的時候 都發覺到原來他們想執行這件事 其實都遇到很多技術上的困難 所以整個製作品做得這麼漂亮 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而且在拍攝上都要遇到很多角度 要遇到很多角度 譬如你那個展覽 就是去年秋天 Super有的展覽 其實它展示當年修復了的道具 你會看到人流的感覺 差不多有60cm 然後Big Dance機能 有成一米高 其實它所有東西都是很大型去拍 我相信它的投資真的很大 另外就是 如果日本人舉辦活動 除了很精細的POPER之外 就一定是用來賺錢的 沒錯 現場又發售了一些紀念品 例如《Omen》這件T恤 真的挺漂亮的 很貴的 其實很貴的 我當時去不到 就叫了《急症室》幫忙找找 還有這本專書 這本專書一定要買 這本我真是X Bomber的Bible 基本上 你看它已經知道整個背景是怎樣 當時我有行見證過這本書 放在《急症室》 當時尤先生說了一句 院長 院長說了一句 這本書都翻了 究竟有沒有人要的 後來他檢查了 原來有人要的 原來特意為了《Omen》翻了 即是見證了這件事 那個人就是我了 這本書很貴 我也覺得貴 這本書是貴的 但裡面很精微 那麼多頁都是採頁 還有他將所有的道具 所有拍攝的過程 甚至他在尾 連當時團隊怎樣拍的圖片 都有很珍貴 還有永珍先生去NASA 我不知道是取經還是去玩 放進去 你會不會覺得 整本書說的《X Bomber》 你們怎樣看這套作品的感覺 我先說一下 又不可以說他身不逢時 只是剛剛他遇上一些 他那一刻打不下的對手 但是這麼多年之後 我反而期待 就是接下來九月 他會出一個模型 然後剛才你說 那個製作人有幾個項目 除了他之外 就是動畫版類料 其實也是差不多那個時間 但是他亦有廠會出過 那個模型產品 其實之前好像沒有人出過 對,錯了 就算BIGDAX 亦沒有人出過一個模型 是三種合體 以及以現在的技術去做 只是早前的Evolution Toys 出過一種產品 那是火款 對 新產品真的少 少的 但如果模型的話 也會有些期待 我覺得X Bomber當年 就算是很特別的 因為80年那個年代 通常主流的特色片 就是戰隊 《蒙面七人》 《鹹蛋》 都是皮套演員為主 但是X Bomber 就用木偶形式 用這麼多貴價的模型 去建構一套特色片 其實很有創意 還有真的好膽成本去做 那時候對手太強勁 譬如電子戰隊 又不幸地 踏著810年的3月 太陽戰隊的面勢 兩套這麼受歡迎的戰隊 夾曲之下 當時日本的反應者是一般 但其實它在其他地方 歐美市場 又不錯 英國是出名的 英國有個名字 是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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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某程度上 在歐美的朋友心目中 這一款都認識的 我喜歡的 只是因為我小時候 見過這個機閒 還有我在YouTube 看一些影片 說回以前的玩具 我看到有這款 令到我小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都見過 變成有回憶 所以長大之後 反而X Bomber 就是我早期收藏的玩具 因為我來說 我小時候比較少接觸這個產品 但是 我重新玩懷舊玩具 他給我感覺是挺特別的 因為他一個X在臉上 還有我覺得這個作品 就見證了日本80年代的經濟 黃金年代 無論主題的創新 他製作的執著 其實是剛剛開始的黃金年代 你製作也很執著的 其實他在我眼中 我會覺得 如果他是真的皮套 或者真人去扮演 會不會整個結局 會不會那麼差 我不知道 我想如果整件事 他用真人去扮演 可能會好一點的 你不知道的 用皮套去扮演機械人 可能結果沒有那麼差 結果沒有那麼差 結果沒有那麼差 他們可能會多拍多幾集 因為預算關係 但都會很欣賞當年 日本的創作人 他有膽識去走另一條路去做 老實說 有時一套作品 成與敗 不是看過一時的 幾十年後 大家在這裏說 成就了一個經典 就是有這個作品 繼續流傳下去 沒錯 不過老實說 今時今日 你說他們會不會再用這種技術 去做這些作品 我相信機會是微乎其他 你說用木偶形式 木偶也好 甚至用模型機械人也好 不會的 多數都是CG 不會的 CG CG不是那種味道 不是那種味道 CG已經是另一種感覺 今集的特色文差不多 希望大家都喜歡聽我們說 比較懶滿的角色 最後也感謝一些 借出產品給我們拍攝這集的朋友 例如呢 包括大膠飛機 和大膠機器人的Jack 另外ST母艦的Marco 沒錯 另外DX的新變形的Ivan W Passer Ivan 還有最後的阿York 希望大家喜歡今集我們的表演 希望我們下次繼續說一些懶滿的 聽完不會覺得動身就行了 沒錯 那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衷心感謝大家超過一年的支持 希望可以課金支持我們 讓我們可以走得更遠 製作更多好的節目給大家看 多多支持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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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很多時候 等了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再給我們 你下次見 再給我們